他将吊钩缓缓缓缠在自己的脖子上 然后推动轮椅触发开关 这是要经历了怎样的绝望 才会让他无奈地接受死亡 随着铁链的慢慢升起 男孩的双脚渐渐离开地面 如蝼蚁般的生命从此消散 看着秀迹斑斑的吊钩 和铁链上的一柳头发 男孩的母亲心如刀脚 他打开棺材状的冰箱 看着里面嚎啕大哭 他为儿子换上新枝的毛衣 可原本应该有的欢声笑语 却换成了如今的阴阳两格 只有那凄惨的哀铭声 回荡在昏暗的机修房里 待这位母亲平复了心情后 一场用爱诸心的复仇计划 也随即正式拉开帷幕 而要复仇的对象 就是这个靠春梦自嗨的男人 他叫李江道 是个十恶不赦的高利贷催收者 他没有亲人更没有朋友 心狠手辣残忍无情 是他自诩的生存准则 这天他又收到催收任务 一对夫妻欠下三千元 可仅仅只过了一星期 就利滚利变成了三十万 江道一把拽开门帘 男人还想反抗一下 却被江道的手死死挡住 眼神透露出圣人的杀气 进门直接就是一耳瓜子 接着又送上一击电炮 看着江道在扭动机器 男人的妻子害怕极了 急忙将丈夫推出门外 他全身赤裸地挡住江道 丈夫在门外抽着闷烟 以为妻子的做法会奏效 可江道却完全不为所动 就如同床头插着匕首的海报 仿佛就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他一把扯下女人的内衣 狠狠抽打在他的背上 即便听到女人痛苦的哀嚎 但江道的脸上 却没有哪怕一丝的怜悯与同情 江道拉起门帘 挑衅地将内衣扔在地上 此举唤醒了丈夫的血性 冲上去就要和江道拼命 跪在外面的妻子苦苦哀求 而屋内江道拽起男人的手 放在碾压机上 用袜子塞住他的嘴 打开机器的一瞬间 屋内传出杀猪一般的惨叫 用伤残保险金抵账 是他们唯一的还款方式 女人咒骂江道 可江道早已司空见惯 在江道回家的路上 一个女人悄悄跟在身后 起初江道并未在意 谁知女人竟直接找上门 并用手死死抓住门框 愿由江道不断撞击 他都没有丝毫反抗 趁江道有些懵逼 女人禁止闯进屋中 二话不说就开始刷完 接着又开始清理房间 似乎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江道背着突如其来的陌生人 搞得一头雾水 质问她是哪里来的疯婆子 但女人依旧是一声不吭 江道只好一把将她扔了出去 可女人却阴魂不散 一直默默地跟着她 哪怕到了深夜 也仍然在楼下驻足凝望 江道被搞得有些心神不定 第二天她出门继续催债 而这次女人叫住了她 女人称自己叫美善 是她失散了三十年的母亲 美善跪在地上 祈求得到江道的原谅 然而换来的 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江道漆黑的世界里 根本不存在母亲的概念 可好不容易找到儿子 美善又怎么会再轻易放弃 来到催债的小店 江道接过信封一看 里面的金额远远不够 于是疯狂地扇对方的脸 见她的母亲躲在角落哭泣 江道不但没发善心 反而变本加厉 换成手继续扇 似乎也是在告诉美善 她的心肠是多狠 她将大叔带到一处烂尾楼 测量了一下高度 掉下去刚好摔成残废 可大叔为了不拖累母亲 想找个更高的地方一死了之 绝望之际 大叔看到了身后的女人 她以为这就是债主 请求在宽限一周的时间 而江道面无表情 一把将大叔推了下去 随后抓住美善的头发 威胁她不要再跟着自己 江道无可奈何 只能咒骂了一句疯婆子 检查大叔的腿还没断 江道将石头垫在下面 狠狠地又补上了一脚 这下保险金足够还款了 大叔疼得不住嘶吼 怒骂江道是个恶魔 而美善听不得儿子受辱 又给大叔来了一脚 这是江道第一次体会到 有人为他儿出头的滋味 在两人回家的路上 江道还想赶走这位母亲 结果却被问到晚上吃什么 鸡 按照遗书上的地址 江道找到对方母亲的家 进门就问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显然这位母亲并不知情 他无奈只得带走了老人的兔子 催战失败让江道非常郁闷 而无处排遣地压抑 促使他拨通了美善的电话 似乎是在酒精的作用下 对面的美善一言未发 只是一边流着泪 一边哼唱起了摇篮曲 突然江道意识到了什么 他打开门一眼就看到了美善 仿佛他从没离开过一样 江道默默叹了口气 静静地转身回到了屋中 而那道敞开的门 就如他的心一样 已经接纳了这位母亲 但他的心中还有一问 现在质问下去也没什么结果 江道索性拔下匕首就走了 片刻之后 他带着一块肉回来 美善无奈只能赵佐 可将肉刚放进嘴里 就看到对方裤脚流下鲜血 原来肉是从江道身上割下的 他恶心地几乎快要窒息 但复仇刚迈出第一步 又怎么会在此刻停止 美善缓缓站起身 心疼地一把抱住儿子 然而没过多久 有些醒酒的江道 便一把将美善按在地上 用近乎变态的手段 来验证母亲的真伪 似乎在极度渴望母爱的同时 又恐慌地让他无法接受 直到听见美善痛苦的喊叫声 江道才慢慢地收手 而从这一晚起 他将不再是一个人活着 第二天 美善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可从未感受过温暖的江道 却傻傻地愣在了那里 最终他一口没吃 便匆匆地催债去了 然而在关门时 这位慈祥的母亲 竟透出一丝诡异的微笑 美善知道 他的计划就快要成功了 因为此时的江道 已经开始有了一些牵挂 这次催债的对象 没有像前几次的一样反抗 反而还满怀期待 竟主动把手伸进机器 并恳求江道的帮忙 原来老板就快要当爸爸了 而他借钱也根本没打算还 想以这样的方式 为孩子攒下一笔积蓄 如果可以 他甚至还要废掉另一只手 江道一时有些震惊 他从没想过 父母可以做出怎样的牺牲 或许是因为美善的关系 江道第一次产生了动摇 他放下保险单 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可随着机器的转动 一声惨叫从身后传来 江道明显迟疑了一下 也许幸福就该付出代价吧 在回家的路上 江道看中了一件外衣 于是买下来送给美善 而美善也为他准备好了午餐 这个家开始变得和睦温馨 江道好奇地问 似乎是被问到了伤心处 美善一边编着毛衣 一边流下了泪水 江道当然不明所以 他决定今天最后一次工作 但在此之前 美善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两眼直勾勾地看向江道 此时他还不知道 眼前并不是亲生母亲 而他要复仇的对象正是自己 下午的催战任务还在继续 这次的大叔活得无比通透 两人一起来到高处 看着不断盖起的高楼大厦 再想想自己住的低矮破酒 繁华与他们这些人毫无关系 他们活得就像机床里的零件 身不由己且终将被取代 分别时 两人朝着不同的方向 似乎也预示着不同的结局 随着一声巨响 大叔的生命戛然而止 在目睹了形形色色的欠债人 所表现出的参差不齐的一同后 江道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他开始怀疑前 到底有怎样的模拟 能让人沦落得如此卑微 又或是义无反顾地向前 他如行尸走肉一般回到家 母亲与众心肠地安慰道 听到复仇一词 江道突然反应过来 两人走在繁华的街道上 那个曾经的恶魔 如今揽着母亲的手 就像个乖巧的小孩子 吃饭要妈妈亲手喂 买东西要和妈妈是同款 看到喜欢的动物型气球 他立刻戴在头上 像考试得了一百分时的 却被一旁见嘴的情侣嘲笑 美善上去就是一耳光 男人想要动手 反被江道凶狠地拦下 而这一幕 正巧被那个瘸腿的大叔看到 当即便尾随美善 并以他为人质威胁江道 江道直接跪在地上 大叔见状越发的癫狂 静踢过去一桶汽油 要他烧死自己 而江道毫不犹豫地照做 紧要关头 美善一口咬住大叔 而江道趁机扔出匕首 成功救下了母亲 两人紧紧相拥 许久都没有分开 江道习惯了母亲的陪伴 开始变得有些焦躁不安 他生怕美善如果突然消失 自己该如何生存下去 而美善只是笑了笑 告诉他今天是你的生日 不如买个蛋糕回来吧 江道一脸兴奋 伸手就拿起了毛衣 以为这就是生日礼物 放在身上不住地打量 可却反被母亲一把夺回 接着没再说过一句话 等江道提着蛋糕回到家 美善真的完了一回消失 四处都找不见他的身影 就连电话也没带上 江道猜测是老板绑架了母亲 于是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可却因为没收到上次的款 挨了老板一顿响亮的耳光 回来后他立刻拿出账本 继续查找可疑的目标 谁知这时美善静缓缓走了进来 情急之下江道大发脾气 因为他从没如此地担心过 美善紧紧抱住江道 嘴里不停地道歉 看着江道情绪慢慢缓和 他才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显然此次消失的目的已经达到 美善点上蜡烛 唱起生日快乐歌 等江道满心欢喜地吹灭后 他又提出一个请求 那就是帮自己种一棵树 为的是如果哪天自己死了 可以将它埋在树下 然而面对这种奇怪的要求 江道显得十分紧张 美善没在说什么 只是微微一笑 但他知道 复仇的时机已经彻底成熟 而接下来 便是自导自演地绑架大戏 这天趁江道再给小树浇水 美善拨通了他的电话 一边大喊救命 一边疯狂地砸门 接着又把各种东西往地上摔 就像坏人闯入了家中一样 最后在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中 美善结束了自己的表演 此时的江道心急如焚 等他赶回家中 屋里只剩一片狼藉 而母亲早已不见踪影 他立刻拿起账本 准备挨家挨户地排查 第一家的残疾大叔 见到江道凶神恶煞的样子 直接就被吓尿 看来凶手肯定不是他 江道又来到下一家 可老人却把他领到坟地 原来欠战人几年前就已被逼死 他沿着曾经作恶的诡计一路寻找 每到一处都要经受一次良心上的折磨 他来到被他脚断胳膊的人家 对着男人就是一顿毒打 但对方显然毫不知情 临走时他甩下一打钞票 男人欣喜若狂 可他的妻子却根本不领情 还拿起酒瓶打算拼命 江道来到最后一家 一个孤零零的轮椅 和地上破旧的球鞋 他拿起墙上的一张照片 可悲的是 他竟根本想不起这人是谁 于是翻看旁边留下的锐记 原来男孩只借了五百块 可利息一天就翻了十倍 最终无力偿还被活活逼死 江道感觉身心疲惫 坐在轮椅上昏睡了过去 此时躲起来的美善缓缓走出 多么的讽刺 逼死自己儿子的仇人 如今却变成他的儿子 坐在同样的位置 随后美善来到催债公司 见到老板直接就扇了几个耳光 接着拨通江道的电话 听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打 江道悲痛地趴在了地上 而美善却在挂断电话后 拎着铁锁链冲进了老板的房间 然而复仇计划还差最后一步 他得江道发去一张烂尾楼的照片 显然这就是绑架的地点 等江道急匆匆地感到 美善又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站在顶楼对着空气求饶 嘴里不断大喊着救命 江道跪在地上 祈求上面的人放过母亲 他不停地猛磕头 俨然和从前判若两人 而此时高高在上的美善 眼神中透露出得意与冷漠 随着他的一跃而下 江道的精神彻底崩溃 他拼了命地摇晃母亲 声嘶力竭地哭喊 想换回哪怕一丁点的回音 江道按照母亲的要求 准备把他埋在小树下 可当他挖开土壤 却看到了母亲织的那件毛衣 竟穿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他换上毛衣 紧紧挽着美善的手臂 像一个真正的儿子一样 守护在母亲的身边 最后他来到被他迫害的家庭 这次他没有打扰他们 而是向那个妻子所说 用铁链把自己拴在车顶 随着汽车缓缓地启动 在凌晨的大街上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痕 或许江道是带着微笑离去的吧 毕竟曾有为母亲 在他最好的年华 为他驱走黑暗温暖的心房 《圣伤》上映于2012年 导演相信用人与人之间的爱 即便是十恶不赦的人 也仍然有着被救赎的可能 但片中的做法却又是残忍的 因为当你将尖刀 狠狠刺进一颗袒露的心时 刀柄也生生弄疼了自己 爱是相互的 痛也是